一般就是我們現在講的 第一類的話其實就是基本程式二T 包括這些運算值 就是我們第一次上課的 跟第二次上課 選擇敘述就是邏輯 有沒有 那今天講的就是 Fore迴圈跟File迴圈 第三類 那第四類的話就是 這等於是綜合前面三個的第四類 第五類的話就是Function 就自定函數 然後其他的話 有什麼串列啦等等的這些東西 所以如果我說 你假如有時間的話 也許可以看一下 裡面到底這個到底在 那第一類題目大概這樣 比如說他這個102題 就是要叫你什麼 底下就是先看輸入輸出 輸入這四個東西 輸出這樣的結果 那這邊關鍵的地方就是Format 所以如果你又會用Format的話 那基本上這個就做得出來 OK 如果你們想要自己練習的話 這邊有答案 1到5類的答案 在這裡 如果你想要就是 Spider 現在考試就講這樣 然後打開那個題目之後的話 比如說輸入這個得到這個的話 這個就是答案 輸入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然後輸出的話呢 你會發現這邊用Format 然後因為有兩個東西 所以一定要有大瓜糊 那冒號七子的是 裡面總共會有七個字 所以不足七個字 它會自動補個空白 然後呢 那冒點2F 就是取到小鎮第二位 OK 所以有興趣同學可以自己玩玩看 這邊的話 我是覺得 Python 如果你真的想要徹底把它了解之外 又想要之後可以拿個證照的話 那當然更好了 一舉兩得的話 那回去可以把這題目看一看 也許我們之後有時間的話 我會再抓個幾題來練習看看吧 OK 如果你這邊題目也會 然後考試也會的話 那當然 之後如果延伸出去可以拿個證照那更好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九十字法表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 我剛剛有提過 第一個我們要先做哪些動作 九十字法表其實 看起來其實有點複雜 但是我是建議 如果像比較複雜的程式 假設你的功力還不夠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把程式拆成好幾個部分 分別完成 特別是這個概念很重要 因為沒有人叫你一下子全部都要寫完啦 反正你今天一步驟一步驟 慢慢的 如果都慢慢做出來 那表示你慢慢可以抓出一些蛛絲馬跡 那首先第一個 如果我今天希望什麼 希望先寫什麼 第一個 也就是說我現在只要這個就好 1乘1等於1 那你會發現這個地方有哪個地方是重複的 你會發現其實它每個漲的基本上是一樣的 只有 比如你可以猜看這個是一個block 那底下後面的下一個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跟下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1變成2變成3一直到9 所以這個也許這個變數 那如果是一個變數的話呢 而且是連續的變數的話 那其實我們可以給它一個 一個那個就是變數的範圍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可以一個清單 清單的話當然我前面講過嘛 你可以是一個range 那當然它這個清單 它會需要的這個清單範圍 都是1到9嘛 有沒有 1到9 所以呢 我們後面這個數字的話 然後呢 那我要分別把它取出來 所以一樣for for i 特別是我們for j好了 後面這個數字用j代替 前面這個數字 我們用i來代替好了 inrange 它會一個一個把這個數字幫你帶過來 1到9 就放在j裡面 所以先放1 再放2 再放3到9 那我要輸出什麼printer 所以把它printer printer什麼呢 那如果我今天一個一個模組嘛 這個一個模組 裡面只有差這個變數 所以我就先把這個模組帶過來 那我可以把它雙引號 然後呢 都是1嘛 1乘的話是x 然後乘上多少呢 後面的話就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這個串接一個j 但j的話呢 它是一個數字 所以你必須用str把它轉型 1乘上 假設呢 它帶過來是1的話 就1乘上1 然後面的話在串接 等於 等於什麼 等於後面的話呢 就是在串接 相乘的結果 1乘上 追嘛 那一樣 還要轉型 所以str 前刮弧 然後 後刮弧 這樣理論上呢 我們就寫 後面還有一個 在串接什麼 串接一個 TAB符號 所以TAB符號的話 就反斜線T 有沒有 其實就是 這一個 其實現在打的就是這個 一個嘛 你會發現 這是1乘上 所以這個 這個1乘上就打在這裡 然後面這個數字 1會變嘛 會變2 會變3 會變4嘛 所以這個就是用追來代替 所以這個用追來代替 然後再等號嘛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然後後面有個TAB符號 有沒有 這相乘的結果 所以一個一個 反正你看到什麼 你會打什麼就對了 OK 好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把它printer 那你會發現printer結果 它會出現 但是問題 它是縱向排列 為什麼呢 因為printer本身會換行 所以如果你要printer本身 不要換行 還記得怎麼做嗎 d.end等於空的 這樣就OK了 好 那把它執行 那你會發現 橫向的有沒有跑出來 有啦 有沒有 它乖乖的 就按照我們的需求 跑出來了 有沒有 接下來的話呢 第二個 我希望把這個 也變成 有沒有 現在是1嘛 那如果我要下一個的話 不就是什麼 2345一直到9 所以哦 再來我可以把什麼 這個1 把它變成I就可以了 那怎麼樣把它變I呢 其實很簡單啦 就是你在怎麼樣的第一階段做完 所以第一階段應該OK吧 所以先試一下 把這個第一階段先做出來好了 那第二階段我們再來加上去 其實你會發現 橫橫乘法表 用for迴圈來跑 比想像中還簡單 畫面先還給各位 OK 所以第一階段的話 基本上 就是我們先用forJ好了 那理論上藍的話 我通常會用那個J來帶 也就是內回圈 或者是藍回圈的話 比較後面的我會用J啦 OK 那當然你這樣來 forI forJ 電腦也可以啦 只是說習慣性問題 OK 所以我會先用forJ 然後呢 再分別把我要的一個 其中一個固定的模組先做出 其中只有一個變數是一個變數是J 那J的話剛好範圍就1到9 用range就可以幫我取出這個範圍的資料 然後分別把它做輸出 那第二個階段 各位在思考 那我怎麼樣可以 每一次 我只要換一個前面的數字變成I 那一樣是先1 再2 一直到9 它就可以一列一列的幫我輸出了 這個部分呢請各位試試看